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啊现在呢我们就真的在河畔 我们在河畔旁边的新岸松河大美的食品屋里 松河大美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的区域就是松山区对吗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要前进台北市的市中心松山区 哎松山想到松山区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对不对 对啊哎像松山区啊我就觉得说 以前在还没有捷运开通的时候松山区还没开通的时候 这一整区边边不算呢只有一站就是松山机场站 哎可是那时候新岸的房价就破百了哎捷运还没开通 这破百什么道理啊很怪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应该跟他区域内有很多明星学区有关吧 这可能也有关因为像是区域内呢就有明星学校 敦化国中哎听说他们上前三志愿的比例就数一数二的呢 还有介绍对不对 对就是明镇社区那附近的介绍 好可怕哦这两个学校都还蛮厉害的 可是我跟你讲只有明星学区啊一定还不够一定还有别的建设 哎让我想一下还有台北国的国门松山机场 等一下什么 松山区有那个松山新站BOT 什么台北国的国门是天龙国的国门 你要这样说啦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设就是这个台北小巨蛋 对不对 三志愿耶三个八 小姐你超过六十三分贝了要被罚钱 要被进了要被进了会妹表示 吃壳皮表示 说到娱乐还有一个绝对少不了的 饶和夜市啊 饶和夜市你知道又好玩然后又好吃好喝 又适合一家大小 而且区内呢不只是饶和夜市 还有很多很好的很大型的这种购物商场 对不对 而且他居住上面有不少的亮点 所谓的亮点就是不管你就这个安静的区域啊 还是热闹的区域 河岸边这种也有 而且最近呢南京东路五段 然后还有这个基隆河边 也推出了不少新建案对不对 真的耶算是一个蛮集中的新案推出的区域喔 不然让我们用 请我们的水当当的主持人来带大家看看 南京东路五段 跟河岸周边的新案到底有哪些呢 请看喔 今天建案想先看来到热闹的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周边看房子 这个区域呢有市场有夜市有河岸 再加上捷运松山线开通以后 交通技能方便吸引不少自住客来看屋 近期的新案部分呢则规划中小平宿为主 中古的选择也不少 公寓、新古屋、君宅、国宅 符合自住客的需求 近期新案不少的南京东路五段生活圈 从捷运、南京三名站周边一路往东 到塔幽路、巴德路便有捷运松山站 及台铁松山站 沿线路宽、店家多 291巷有传统市场 早上挺热闹的 靠近松山站少不了夜市还有车站BOT 想要住在清静一点的环境吗 南京东路以北的这一头呢 靠近健康路严寿街的部分 在过去就是民生社区 这一区呢街阔整齐 数也蛮多的 商业气形相对比较低 一楼的店面比较少 所以呢感觉起来住起来比较安静 是属于一个宁静的纯住宅区 学区呢则有西松国小西松高中 文教气质算是颇浓厚的哦 区域中股房价 十年内大楼单价近百 二三十年的大楼大约六字头 公寓五字头 宝青街已东 巷到较小 看屋时可以多留意 至于河岸附近 新案倒是不少 城嘉兴建设在河岸第一排 推出城屋案松和大美 二到三房双面林路 顶楼有楼中楼 后面是饶河夜市逛街很方便 每瓶开价100到110万元 同样河岸第一排 杨生军院位于彩虹桥旁 基地656坪共137户 上区域较大型个案 规划二到四房 每瓶开价108到158万元 有没有面核 差异不小 南京东路五段塔幽路口 封运开发封运青川 主打楼高三米六 基地三面林路 规划一到两房小宅产品 每瓶开价百万 高楼层可赏101 往里面一点 宝青街巷内 有广运建设清泉时尚 平宿有12、27两种 格局套房及两房 地上7楼拱23户 规划还算蛮单纯 旁边就有两个公园 话说河岸就在附近 怎么可以不带大家瞧瞧呢 这座鼎鼎大名的彩虹桥呢 就位于台北市饶河街的附近 可以让你从台北市的松山区 骑脚踏车或走路 到对面的台北市内湖区 话不多说 一起来桥上看看这个超美丽河景吧 我刚刚看到牌子 原来呢上面是不能骑脚踏车的 不过要在下面的河堤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喔 一路可以骑到淡水 天呐 这个河景真是太美了 没错 另外一边也是一望无际啦 好想尖叫啊 桥边呢还有一些俏皮壁画 好适合约会喔 诶 听到了吗 松山区在呼唤你来一日游咯 赵雨昕 林坤凯采访报导 哇 我是水荡荡的外景主持人 就在我面前吗 就是我 不过比起水荡荡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火辣辣 要签名吗 要 立马 来 来来来来 手伸这么长是怎么回事 诶 这是签账单吧 诶 你哪招啊 我就当你介绍松山区激能的时候 立刻手刀跑百米 手刀惨到人 有没有 去百年老店买来的午餐啊 这么好 你先把单子签一签 我们再来吃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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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买 买这个不咎 然后还倒刷我的卡 你很好意思耶 还好吧 钱财乃身外之物啊 真的 话说这么说没错 吃得下去的 才能够留在身上 You非常rude 我不管你 我要先 先吃啊 这碗就是肉根汤 对不对 那你吃蚵仔米刷吗 诶 它这个汤好清甜喔 蚵仔米刷通常不是很浓吗 就是有种有时候会腻的感觉 是清甜风 不会耶 这个蚵仔米刷竟然是很清甜 完全没有这种勾芡的感觉 真的喔 对 而且它这碗超满的啦 你看 这样满满的一大碗 觉得它有多少钱呢 它是要六十块啦 六十 我觉得以台北市的价钱来看 其实差不多 而且是夜市的百年老店 夜市附近百年老店 而且重点是这个汤头真的很赞 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一直吃好不好 你也告诉一下观众朋友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肉根汤 像你刚刚说的 这是浓稠 但是其实清甜 这个也是它有浓稠有清甜 就是喝下去不是那种 你嘴巴都会黏黏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一家是喜欢走那种清爽路线的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种甜甜的真的很好 因为我们这种蚂蚁人就很喜欢吃这种甜甜的口味啊 蚂蚁人是指我们的身材就是很小如蚂蚁一般的清明那种感觉 我确定应该不是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 诶这个油饭 好我要吃试看 听说这个百年老店 它一百年来就卖这三位一样 真的假的 对它就卖这三款而已 这三款就是他们唯一的招牌 款款都是主打 款款都是明星 SHE 对SHE 那所以中间这碗是 我不知道 可能一吧 因为短头发比较少 好了不要故事讲废话 来 我刚刚一直有闻到这个米糕 油饭的部分 它有这个麻油香 它有麻油香 超浓的对不对 它这个酱是走一个甜甜路线 它不是那种很辣 然后也不是那种种口味 它甜甜的 然后整个 因为很多米糕都是颜色很深 然后饭很软爛 可是它这个饭 你吃起来还是很 粒粒分明 对真的粒粒分明 可是它又同时间 它整个咬起来是还蛮顺口 不会黏牙那种 而且麻油这个东西冬天吃 听说对身体很好 对不对 很补 很补生 那就是需要一些 你知道进补 你说就是来这三组 这样子 SHE一套 吃下去有没有 好了啦 又SHE 他们明明就没有双双高倍 他们的耳朵很痒 有没有 可是我说真的 如果天天都可以吃到这个美食 你知道那有多爽啊 你知道怎么样天天吃到 住在这边超幸福的 对不对 你想要住在这边吗 那现在我们就是在参观这间 这附近的这个食徒 我离这个超近 走路不到某某一分钟就到 这间食品屋松和大美 超近 可以让你每天吃美食 不过这个案子的细节规划 它到底有哪些细节 哪房型 到底又是怎么样呢 来我们用VCR来看看 我对你好吃的讲不出说 讲不出话了 回现场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食品屋喔 今天建案抢先看 来到台北市松山区的 河岸景观宅松和大美 这个案子规划 两到三房的小宅产品 户户双面采光 拥有基隆河以及市区的101景观 河岸第一排新案 松和大美 基地双面零路 前为松和街 后为饶河街 住户统一由松和街出入 周边交通 距捷运松山站不到500公尺 还有台铁松山站 开车可从麦帅街内湖 离东西向市民大道也很近 全岸地上15楼地下三楼 一楼有管理员及电梯磁扣管制 房贷可以带到八成 车道位于社区入口旁 机械车位每隔165到235万元 标准层单层四户 最大的A户44屏三房 B户31屏两房 皆为合景户 C户26屏 D户29屏 都是面试区的两房 共用两部电梯户户双面采光喔 我们现在呢 这是位于B户31屏的食品屋 这户呢 它的客厅面宽有将近3米 对于一个小家庭来说 放一张桌子 一个L型的沙发 都还蛮足够的 由于全屋深度呢 长达8米5 所以本来两房的格局 其实可以规划2加1房 在窗边呢 设置一个书房呢 或者是合室 不过 如果像食品屋隔出合室 可能会稍稍影响到客厅的通风采光 其实这个案子呢 全栋户户都规划了前后阳台 而AB的景观就是合景 我们一起到前阳台来看看 Oh my God 这这这这这这这简直无敌合景啊 简直一个Amazing 顺便补个美美的夜景照 C'est la V 君不见 基隆河之水添上来 其实我们的主物旁边呢 就是规划这个大面窗 它的高度 其实坐在床上 还是可以欣赏 无限的基隆河及河滨公园的景观 但是一瓶的厨房呢 彩一字型 看记者呢 两手张开的距离 刚好就是这个厨房的宽度 那标准配备包含林内的双口炉 抽油烟机以及林内的烘碗机 后面呢就连接后阳台 我们一起去看看 工作阳台呢放得下一个洗衣机 晾衣服的空间也蛮足够 重点是可以边晾衣服边看合景哦 看完面合景的B户 现在我们来参观 可以赏101夜景的26屏C户食品屋 透过装潢呢 这里可以隔出一个小小的玄关 让里外有了一个小区隔 J户26屏的客厅面宽3米3 浅浅的沙发呢 跟电视墙有点距离 不会太有压迫感 那J户的客厅呢 是大家购物比较喜欢的 冬暖夏凉的坐北朝南的方位 生活起来也蛮舒适的 C户两房一边主卧 另一房可规划客房书房等空间相当灵活 可惜中间的卫浴没有开窗 全安总价2600到4400万元 周边技能很不错 然后夜市更热闹 晚上商业气息重了点 喜欢宁静的人 可以考虑前栋的合景户咯 周雨昕林坤凯采访报导 我喜欢自拍 不管在哪里都行 我喜欢自拍 就喜欢坐坐入镜 乖乖乖乖 我知道你喜欢自拍好不好 刚看完那个洞新闻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松河大美 它最大的这个特色就是 基隆河岸的第一排 就是那个view 就是那个view 哇你看这个彩光跟景观超好的 在这边自拍爽 中高楼层完全没有遮蔽 不过我觉得有个比较可惜的是 就是它的基地是位在这个 饶河夜市的旁边 震灵 而且呢它因为是位在旧市区的部分 所以周边的环境看起来好像是有点 旧旧的吗 旧旧的我觉得不是那么吸引人 不过我觉得机能至上啦 走出去就可以买到东西超方便 而且呢我还是还好 就是我发现松河大美一个规划 是蛮棒的 你说蛮贴心的是不是 对 因为它这个基地的部分啊 它是双面零路 前面就是松河街嘛 对松河街跟饶河街的部分 然后它规划呢是从这个松河街做进出 因此呢 其实你看这个住户它非常的 应该说有享受到夜市的机能 就是夜市如果想吃东西的话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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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绕到饶河街饶河夜市这边 就可以买到吃的 但是如果譬如说你是简单的说 我要进出社区 然后去工作还是去外面玩 停车也是一样从 对一样是从这个松河街做进出 完全避开了这个饶河夜市人潮的草落 因为就是这边是在过去河嘛 安静的要命 对很安静不会炒 那不然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参观一下啊 好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河景的部分 对不对 这边就是阳台 前阳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 都会前后像A户也是一样 前后都会有阳台 双阳台的规划 那这个就是前阳台啦 可以赏河景 可以站在这边喝咖啡 而且它的面宽其实也蛮宽的 客厅的面宽呢 这一户客厅的面宽大概有三米二多 以一个家庭来说还蛮舒适的啦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客厅被抢的部分啊 也蛮宽敞的欸 你看你也知道我们坐在那个客厅 要看电视的时候 大家都要抢这种宝座有没有 躺着躺着 就是直接这样子 我直接就可以看到电视的部分 躺着 因为它其实它深度蛮深的 这个屋子呢 刚开始门口的地方到后面的这道窗子呢 它的深度有十米多 这样还蛮好规划的 规划起来上面其实算好规划 就是说可以放像这样的大沙发 OK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主卧的部分 好 规房 天哪好害羞喔 这个是三房的主卧的部分 主卧也是走这个大面开窗对不对 对啊 这个三房的主卧呢 它其实它这个主卧 坐在床上的这个高度 刚好可以这样子 完全不用就是躺着就可以看到这个窗景 而且那个窗帘很很沙气在那边动 也是有自动的 上去上去上去 好停 没错 再上去一点 好停 好 这间主卧呢也是一样 它左右两边其实都有下床的位置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因为它户户都是边间对不对 所以是双面采光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卫浴的部分 应该也是有开窗的吗 有啊 卫浴有开一个小窗 那当然我们这个低台度的这个窗呢 就是面合景很不错 OK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另外一个次卧的部分 主卧讲完了 来 一出来呢 右手边这边就有一间次卧 次卧也是一样哦 一样嘛 就是户路边间嘛 双面这边次卧也有开窗 所以就算是没有很大的次卧 它也有采放通风采光的功能 也不错 也有规划很仔细 走来这里 这个餐厅啊 它放这个餐桌算是蛮客气的 四到五人的餐桌 因为其实这边的宽度还很宽敞 对啊 而且并不是说虚屏怎么样 因为它从门口到客厅嘛 它这里都还足够 你放到六七个人的餐厅 如果你是选择这种折叠式的 对不对 拉出来 就可以直接拉出来 坐八个人十个人 我觉得也都还OK 对啊 所以这里呢 就是餐厅的空间啦 餐厅旁边一定要有什么 厨房 一定要啊 方便 妈妈不想走太远 就要在这个餐厅旁边 就是直接是厨房最方便 而且观众朋友呢 都很注意这个后面的阳台 对不对 后面阳台其实空间也蛮大的 我们来看有多大 因为这间是盖好的食品屋 所以它多大 实际上就是这么大 对 骗不了人的 骗不了人 它不像样品屋可以做得超大一样 来来来 一起来看 蛮大的对不对 真的耶 而且是可以走动的那种距离 因为一般的这个台北市啊 其实很难有这样子的空间 对啊 然后它这个厨房是一字型的嘛 嗯 所以它清理起来也算方便 而且还有好几个插头 你可以在这边冲手机听音乐 哈哈哈 冰箱当然也有预留空间啦 欸好 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 这边呢也有一间另外一间次卧 就是第三间 第三间次卧 比较小间一点点 对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卫浴客浴的部分 这个客浴我觉得设计的还不错 因为刚刚主卧卫浴的部分 它是没有这个浴缸的部分嘛 对不对 但是这间呢客浴呢 它一样就帮大家设计了一个浴缸 所以如果家里面呢 有喜欢泡澡的人呢 还是有一个泡澡的空间 对那也有免制马桶 是真的还蛮不错的 欸不过啊 单程四户对不对 对 欸我觉得这么多户 你要叫观众朋友怎么选啊 如果是你的话 宜馨 你会特别喜欢哪一户呢 单程四户的话 我就是中意我们现在在这个A户 为什么 因为它44屏空间算是还蛮够用的 对 就算扣掉公社也是一家人 你看像这样三房嘛 对啊 然后客厅又不小 而且重点是松河街这边 它又是面 整个合景 对面合 所以我喜欢比较大屏数 面合的一个产品啊 前后阳台这样子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B户的部分 怎么说 因为你看喔 B户的部分啊 它一样也是都可以看得到合景 但是呢 因为B户是两房对不对 对 所以屏数比较小呢 那总价我觉得相对来说 一定也是比较低啦 而且刚刚洞新闻里面 它也可以隔出一个小小的合室 有没有 其实也蛮划算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我看到说 这个B户的部分啊 它是两柱的部分啊 都做外推的一个设计 所以室内的空间都很方正 你看这个柱子的部分 完全外推出去 外推出去 你看房间都很正啦 其实A户的房间也蛮正的 A户也不错啦 但是你看 它这边B户啊 唯一这个柱子没有外推的 是在外阳台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利用上面啊 B户的设计 我觉得我更喜欢 我们人各有致耶 是的 我觉得就跟 看女生的长相 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女生的长相 你觉得哪一种 算是比较吃香的长相 吃香喔 脸症啊 脸症无敌 走在路上 壮大人都不用道歉 这就有点像是 现在我们所在 这个松河大梅 天生 这个基地一样嘛 因为它最近是 对 地段好 就已经是旧市区 机能又赞 然后还有和景的加持 交通方便 但是我觉得 如果后天有努力的话 对不对 有这种有气质的 培养气质 对有气质的美女 是不是也蛮吃香的 Like me 我觉得 我确定啦 不然咧 不然你是在说哪一种 不然我说的是这个 台中的建案 乔丽雍容 也是一个新的案子吗 是 没错 那气质的点呢 名字 你不觉得听名字就很有气质 是也没错 还有呢 除了名字以外 而且它在社区的这个门口啊 进去的部分 它就有规划了一个空间 是要放这个雕塑大师 于登泉的作品 就是那个跟于香泉 好像没有关系的大师吗 是这样说 我不确定于登泉 跟于香泉有没有关系 我再帮你确认一下好不好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规划呢 除了这个社区的门面的部分 做的很有气质以外啊 它连车道的部分也不马虎哦 哎呦 不错哦 也是有用心的在做规划 看不到的地方 反而是细节 更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让外景主持人君生呢 带我们去看看这个 台中的建案 新建到完工 就花了四年的时间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 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台湾大道是台中大动脉 车多人也多 但空地并不多 乔临幽容就位在七骑草马 和风甲之间 生活机能很完整 虽然门牌是台湾大道 却有镜像宅的氛围 因为这个案子的 基地的条件限制 所以在领台湾大道的入口处 只有五米这么宽 建商呢 在这边打造一个天然石 才搭配直升架 为的就是要营造台湾 大道四个字的 黄金门牌异象杆 听说造价就高达了2500万元 另外因为基地的面宽 广达132米这么宽 所以每隔20米到30米 建商都有一个 接口的异象造景 来看看下一个接口 会是长什么样子 那从台湾大道 林路退缩40米的地方 在社区的旁边 就是一个 于登泉大师的公共艺术品区 那它这一次是 以龟兔赛跑作为主题 希望未来在这边 进驻一间咖啡厅 能够成为一个 对外营业的空间 让这边成为一个 咖啡艺术堂区 停车空间也很有看头 车道地板铺设 六角形玄武岩 上面则有巨幅意象画 社区门口 有32米宽的三层大飞岩 一旁的景观水池 住着五只蝙蝠 象征五幅林门 迎宾大厅地板 映置社区专属图屯 地面是意大利洞池 两旁住立着洪通骏马 歪个弯就是 小花小草的生态景观 休闲设施集中在三楼 运用大楼洞具 遗室易景相连 设施有健身房 瑜伽室还有游泳池 等等 看泳池一定要给福利的啊 啊不就这个啦 这次有美女游给你看 休息过后继续来看屋 乔丽雍容规划两东大楼 分双柄和四柄 互互三面采光 不采毛配角屋 而是全标准配备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十一楼的A户 它屏数有110平这么大 那它的地板 是用100乘100的抛光石英砖 台面是用低台度的大面排窗 整个采光是很通透自然的 那其中在客厅旁边 有一个景观小阳台 特别值得一提 这个景观阳台呢 我们叫它口袋花园 也有一个穿越式的设计 也就是它有开两个门 110平户别共有三个阳台 其中两个就是口袋花园 串联两间卧室跟厨房餐厅相当特别 厨房有轻食区及热炒区 后阳台规划庸人房 格局为双主卧设计 微浴设备都是进口品牌 这个案子梅萍开价39万元起 总价2730万到5280万元 全部资备款较多 要留意贷款陈述哦 王军生陈恒芳采访报导 我们在人家的次卧演这出 是要跟比基尼辣妹拼吗 当然啊 刚刚那个肉现在不是在涨价吗 影片里还漏这么多 肉是不用钱呢 拼了啦乙欣 我跟你讲论分量跟油花 你一定不会输刚刚影片里任人啊 拜托可是A5级何牛呢 什么油花你才是三八阿花嘛 我是地产一枝花 对啊毕竟什么床单跟衣服还要配色 一整组的啦 好啦回到正题 其实现在十月份 现在差不多十月底嘛 我觉得这个整个天气都还是很好 尤其是像中南部 中南部还很温暖 而且尤其是南部哦 你看到这个十月底 除了寒流来以外 我跟你讲他几乎一整年 几乎都是夏天 朋友都在穿短袖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很好耶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很多建案呢都想说 那干脆来推出这个泳池的规划好了 对啊 下冬皆实用其实 对 因为你看对于这种怕热的人啊 或者是爱运动的人来说啊 都是非常加分的 真的 怕热的人有福了 今天呢 高雄的外景主持人建宇呢 就要带我们眼睛吃吃冰淇淋 啊这样眼睛痛就不用用眼肤带了 哈哈 眼睛吃吃冰淇淋 带我们来看 比基尼辣妹在泳池宅 顺便告诉我们一些泳池的小知识哦 请看VCR 唉 天气怎么这么热 人家啊人家啊你看看 现在气温啊 31度 这么热 要怎么消暑 人说夏天去海边最好 可是肯定饭店顶不到 我说夏天留在家就好 我们的泳池有辣妹环绕 没错 今天要介绍泳池住宅 快跟着辣妹一起下水吧 不是啦是跟着辣妹一起看泳池宅 社区有泳池 玩水不用去海边 方便也安全 游泳运动也没有问题 高雄新建案常见户外泳池 一楼顶楼都有 一楼泳池通常比较大 旁边可放置大型堂椅 可是隐秘性比较差 感觉阿嬷阿狗都看得到 顶楼泳池就没有这问题 view也是无敌棒 可是造价成本比较高 实际体验的model 比较喜欢哪一种泳池呢 比起顶楼的泳池 我比较喜欢一楼的泳池 因为一楼的泳池呢 它比较宽阔 那也比较舒适哦 我个人比较喜欢在顶楼的泳池 这个无边际泳池呢 可以看见山又看见海 而且比较隐秘 不会被人家偷看 非常的自在 不过有些社区泳池暗藏危机 其实目前呢 新建案的泳池 大多称之为蓄水池 因为它的深度都不到1米2 那超过1米2的话 就会需要有救生员 在这边 那才能够合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个泳池它到底有多深 我这边看到的泳池 大概是100公分出头 1米出头 所以呢 它就只能称为蓄水池 也就是说 在这个案子 我们不需要你了 谢谢 不过根据行政院解释 只要不妨碍消防蓄水功能 蓄水池是可以兼做泳池的 现在建案的泳池都经过申请 不管是面积较大 设施丰富的一楼泳池 还是景观好 隐匿性家的顶楼泳池 都可以放心使用 OK啦 陈建宇 唐俊威 绝不是为了看辣妹才做这篇报导 好 请不吝点赞 想看物又觉得接待中心好远吗 诶 连环咯 苹果赏物团全台开跑啦 先前苹果预报 已在桃园 林口及高雄 只办过赏物团 民众参与踊跃 这是苹果赏物记 再加码全台舞区同步开团 10月24日和10月31日两天 代名参观全台热小可爱 活动全程有专人详细介绍 每个案场参加赏物团 第一位成交的民众 苹果再加码送你52元楼券 这么好看还在等什么 赶快报名啦 苹果是吧 失败 失败 诶 你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影片 外景主持人陈建宇 他为什么要戴墨镜啊 明明他就站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啊 戴墨镜你不觉得很可疑吗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 他是在遮蔽他的眼神 不要让人看到他在看眉乱喵 乱喵对不对 老婆表示 天哪 可是我觉得他刚刚影片里面 有一段真的塞得很不错 什么什么什么 你知道拿水枪这样子射来射来射去 还装水装水 天哪 姐姐你在干嘛 我看不懂 装水啊 如果是我的话呢 一定一定设那个救生员的肌肉 还会反弹 有没有 因为肌肉很有弹性 讲正题好不好 回到正题 我觉得这个泳池的部分 不管你是在看这个新建案 或者是看这个中古屋的部分啊 我觉得泳池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污指标 因为有泳池的案子啊 代表说他的规划方面 或是管理方面 可能都有一定的水准喔 而且如果是中古屋里面有这个社区 有规划泳池的话 你更要注意看这个泳池里面 他的水质干不干净 对不对 然后旁边有没有一张固定的检查表 对 固定有救生员来 不是救生员啦 是检查员来 好好的检查 固定时间来检查 从这中间都可以看到这个社区的管理 好还是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指标 欸 不过看房子 你说光是泳池就要看这么多东西 当然 看更多东西 一个人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不会很孤单又很闷吗 我觉得会耶 我知道而且你说的那感觉 就好像我们平常如果是 一个人自己去吃饭 或者是一个人自己去看电影 那感觉对不对 你知道看完以后 然后想要大哭想要笑 或是看到帅哥 你知道那种不来得比 没有人可以讨论 没有人 你就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这样 对 如果你看像你去看房子也是一样啊 如果有时候建商这个规划 真的太赞了 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拍手 或是瘦的东西很鸟 对 有可能 那感觉 如果我没有把这感觉说出来 我会内伤 内伤到不行 憋到一个不行 but 人生最重要就是这个but 苹果呢 现在推出了赏屋记赏屋团的活动 揪大家一起去全台很夯的案子看屋 不但可以大家一起讨论 一起交朋友 还可以一起欣赏很多案子 涟漪一下的感觉 有没有有没有 让你看屋不孤单啦 好啦今天抢先看呢 就特别要为大家来直集这个 苹果赏屋记的VCR 那我来请看 请看 方式冷嘰嘰 但桃园这里却好夯 看看这一大堆的人 就是奔着赏屋而去 让我们也来跟着去 凑凑热闹吧 桃园赏屋团 此次针对的是首购族群 以参观中小坪树的建案为主 越美馆位于巴德扩大重画区 近丰德公园 居住环境宁静 主要是因为说我们是首购的产品 那首购的客户主要的话 在自备款这边 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那这里的话 建设公司有做一个 免前做交屋的一个活动 再来看到的是 桃园市中心杜拜美学 双学区大有国中大有国小 让赏屋民众好心动啊 这个建案最近有在 有一些促销的活动 所以想要来了解一下这个区域 并考虑资产在这边 再往北一点来到了品尚井 建商就甘心 准备了小礼物给赏屋民众哦 我们这次针对赏屋团的贵宾 我们会赠送这个非常时尚的一个 环保购物袋 那我们里面还有赠送这个 名叉化虾恋爱小夫的一个枕头道 那我们这次赏屋团成交的贵宾啊 我们还会赠送大金全市人气 赏屋团诸多优惠 好吃好玩又有的呢 也太好了吧 不只这样哦 另外 此赏屋团活动 打卡就收好礼 iPhone 6 Plus等你拿 还有其他精美大奖 看看民众各个抢着打卡 每个秋嗨嗨 偷偷说 礼物众多几乎人人流离哦 蘋果赏屋团等你来报道 那让我们来看看 台中的赏屋团情形如何够 哇哪个暗场这么热闹 原来是苹果办台中赏屋一日游 上周末有超过20位民众报名参加 不但有机会团购捡便宜 这么多人一起看屋 也比较没有压力啦 人选手购吧 小时候大家一起看的话 可以看比较多箭展 中科那边 你觉得他应该还满有潜力的 建商这边有没有推出 什么比较有优惠的方案 可以进行了解这样 早上来到西屯区的W时代 建商推出38万元的低自备款 强调供期四年 付款轻松 这区的租屋潜力 也让不少投资族相当心动 像我们来到了大理区的聚合八大煤 已经开始交屋 建安推出买装潢 可以并入房价一同贷款的服务 现场下定也另有优惠哦 如果今天决定 购买我们聚合八大煤 只要定金補足 我们现场就会赠送 五大家便成家好理 一天下来看了四组建案 在场的民众是不是心动了呢 大环境来讲 这边大美是我们是最喜欢的 因为他们就是外面 那个放眼光去就是 好像感觉很舒服啊 跟大人接触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从台北下来嘛 我们对台中的建商比较不熟 所以针对建商可能回去会再做 再研究一下 黄金涵 范厚明 洪子恩 陈恒芳采访报导 刚刚看到那个动新闻的影片 就是10月24号星期六的时候 这个苹果赏屋记 直集他们赏屋的画面 跟过程对不对 记者跟着直集的现场 有没有很酷 完全不漏掉任何的那个画面 真的 不过呢错过也没有关系 因为明天呢10月31号 还会有一场赏屋记赏屋传的活动 没错 赶快报名 搞不好还可以抢到好康 那接下来呢 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咯 那如果你看完今天的节目呢 对于节目里面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说你买新房子的时候 有任何的这个疑难杂症 有想看的区域 想看的天安 请看的新案子 都欢迎你写信到我们地产王的信箱 信箱的网址是这个 drdr小老鼠 appledaily.com.tw 没错 那明天呢 纸本的苹果日报出版的 地产王版面 也会有刚刚介绍的案子的详细资料哦 建案抢先看 快点来按赞 建案抢先看 赶快来河畔 下周五12点半 我们再见哦 拜拜 今天带大家来到北投奇岩社区这边赏屋呢 请你只要在这边呢 你在家就可以被这个生态以及绿地所包围哦 这边是台北市呢 规划的首座生态社区 96年启动 总共投入了37.5亿 那它的目标呢 是打造生态多样性的城市绿廊 建构中低密度开发的优质生活社区 其实为了呢 维持生态景观的一个完整 其实在北投奇岩社区这边 它的开发条件其实相当的一个严谨 包含建筑它的外观啊高度啊 还有它的绿地比例呢 都是有一个限制也是要求的 甚至连很多建筑 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彩度 也就是都有限制的 它为了呢 就是不影响附近鸟类一个七席 所以在台北市来讲 算是相当难得 也是相当完整的一个重画区哦 所谓的重画区呢 就是没有交通 没有生活机能 也没有绿树 一切从头开始 奇岩社区唯一拥有的呢 就是全机能 又能同时享有重画区的规划与整齐 可说是台北市难得一间的生态存住在区 我等不及想看 这边有哪一个优质的建案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 奇岩站呢 只有距离六百米而已 而且你只要步行七分钟 就会到远雄山崎哦 好 我们首先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86平的物件 那你有没有发觉它整个设计风格呢 它是采用新古典美学设计的一个概念呢 对 而且你看 这一整片湖景也太犯规了吧 可以看到整个湖景跟果树公园耶 而且它的主卧室跟客厅啊 都可以享受到湖光三色的景观 重点是主卧室啊 是两面开窗的 这样的环境台北市哪里找啊 像这个86平啊 分成了有三加一的规划 特别是还多了一个弹心的空间 那不论是你要隔成书房啦 起居室啦 小孩子房啊 等等都可以 它这个多用途的一个功能呢 可以让每个屋主呢 满足不同的需求哦 而且远熊强调的是三能住宅 在这边也可以享受到 兼具绿能智能性能的优质住宅哦 但是它现在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厨房的部分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厨房的部分好了 你有沒有发觉它整的厨房啊 是选用来自于德国进口的厨具 而且它還有台用這個T罩的設計 另外它更神奇是它收納櫃 還有360度這個轉盤 等於說它所有的機靈空間 完全都不會浪費到喔 而且我剛剛打聽到一件事情 這邊賣超好的 只剩下保留戶耶 那現在購物的話 農曆年後就可以馬上入住囉 那喜歡的觀眾朋友 要趕快把握機會喔 其實遠雄三騎還有另外一個 是55屏正三房的一個物件 尤其它的空間設計來講 是完全發揮了淋漓盡致 等於說一點空間都沒有浪費到 那剛剛我們提到的86屏的物件 它是戶戶面戶緊 那我們55屏這邊 它主要強調呢 就是景觀最遠 視野最寬敞 那從對外穿望出去啊 它完全沒有遮蔽物 因為它的正前方呢 就是生態富裕的公園跟國小 也就是說它的明亮度啊 通風啊都非常的好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最棒的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它一樓是純公設的一個設計 因為它包括了 有這個挑高4米2的大廳啊 還有交移梯 還有lunch bar 以及水療Spa 甚至連個人貪污都有 那當然也包含最特別 它就是跟300壯式俱樂部 以及記憶國屋書店合作的這個健身房 以及這個圖書館 等於說提供給這邊住戶呢 一個最優質的生活品質了 位於北投奇岩社區的遠雄山崎呢 它不只孕育了生態 自然環境也佳 那交通呢 以及生活機能也都很成熟 周邊商圈店家伶俐 可以說是兼具了便利 以及優質的最佳生活環境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旁邊去 我們的專屬 碳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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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